有人说这辆车在他们村根本就看不到有人买 所以他也就没有买 我想说他跑不过时间 也跑不过早已注定的命运 意大利和超级跑车这两个词之间始终蠢齿相依难分难舍 这里的人似乎对大马力极度的上瘾 今天就走进兰博基尼的超级工厂 一堵超级汽车之王的风采 他的很多车型到目前为止也只生产和销售了几千辆 但他却是全球许多人的梦想 这是一头集结美丽与力量的猛兽 如果你没有买过这种车 那你肯定在你的后视镜里看到过他 无论如何你只需瞄上一眼就知道他是兰博基尼 令人称奇的是世上的兰博基尼并不多 但是他们的故事却多得不胜美举 今天这些兰博基尼来到加利福利亚的圣莫尼卡 准备参加一场称为公牛奔驰的短途旅行 这是一年一度的道路之旅 由美国人为意大利名车举办的盛宴 现在我们从南加利福利亚来到了圣阿格塔罗尼亚 这里有一座工厂 它也是一座博物馆 当然还有一头极傲不驯的公牛 兰博基尼博物馆和工厂分别代表它的过去和未来 从1963年起 工厂只生产了极为少量的汽车 每一辆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精品 停在这里的就是兰博基尼的Mercy Lago 它刚开始的出厂售价是27万3千美元 但是来到中国的价格基本达到400万人民币 12缸引擎让它能够跑出超过320公里的时速 Mercy Lago由兰博基尼的首席设计师卢克唐克 他去过保时捷 去过法拉利 还去过其他著名的汽车公司 但他从没想过会来兰博基尼工作 他设计的Mercy Lago 一经问世便立刻成为跑车的典范 一开始他们把这辆车当概念车在底特律座展示 当时还不能肯定人们会不会接受这么一辆特立独行的车 结果却得到了热烈的掌声以及支持者的反馈 于是工厂正式投入到制造Mercy Lago超级跑车的进程 首先准备好所有的皮革 引擎铸造零件 手工制作的车身 底盘以及其他所需物品 特别是碳纤维车壳和钢管底盘的组合非常轻盈 但却极其坚硬 当它被送上正式的装备线时将会被安装各种装备 包括配线 支架 悬架装置 以及一套意大利风格的皮革内装和一组先进尖端的传动装置 装配的第一步就是把车壳固定到旋转架上 另一件预备工作是要保护表层的烤漆 这可不是普通的工厂油漆产品 车壳是在米兰先喷好漆再送过来 有20多种颜色任你挑选 下一步就是管线的安装 包括刹车 油管管线 以及其他各种只能在制造车子初期安装的配备 还包括那些用作车厢隔音或是隔热处理的零件以及面板 因为这辆车采用中置引擎 引擎离你的后背只有几寸的距离 还是一台又热又重的B12引擎 它和一级方程试赛车一样 兰博基尼的底部也要考虑到空气动力 这是因为在高速状态下 彻底的气流能够产生提升力 如果要以300公里的时速在德国高速公路上狂飙 可想而知隔音或是隔热零件的重要性 组装人员必须非常小心 他们安装的零件非常昂贵和精致 就连后侧尾板和后侧保险杠每块都要15000美元以上 也只有这种价钱才能让人看出超级跑车的真正含义 造一辆超级跑车是一回事 造一辆具有悠久历史和神秘色彩的超跑则是另外一回事 在兰博基尼波托菲诺的车盖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真男人就该开这辆车 但我想说的是不是我能选择兰博基尼 而是兰博基尼选择我 你知道兰博基尼是怎样起家的吗 在南加利福利亚的公牛奔驰之旅聚会上 这两位女车主都一致地认为坐在车里就能把烦恼抛在脑后 普通人开这辆车也许只有一百多卖 但是作为试车手瓦伦蒂来说 通常可以达到每小时345公里 当然这是在德国高速公路上进行狂飙 兰博基尼的工厂创造着未来 而兰博基尼博物馆则展示着他的历史 像这种手工车一次只生产一辆 兰博基尼这个名字的历史要追溯起来 就得说到一个从农民起家的商人 他一路走来经历了大起大落 风吹雨打以及艰苦的工作 他的名字叫费鲁基欧 兰博基尼 其实他是一个有着满脑子主义的农民 起初他在空调刚刚兴起的时候就靠卖空调赚钱 此外他还当过盗贼 那时战争刚结束他就开始偷废弃的军用车辆 然后把车上的引擎拆掉 并造成拖拉机在卖给农民 就是靠这样才慢慢起家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 兰博基尼的拖拉机厂 吉兰博基尼拖拉机有限公司 已成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设备制造商之一 同时他还拥有一个成功的燃气热水器和空调生产商 50多年后的今天 这家工厂继续以手工制造世界上最令人推崇的超级跑车 兰博基尼是在这个具有多重功能的地方进行组装 它既是科学实验室又是缝纫店 还是引擎制造厂 这儿的每一个人不但训练有素而且干劲十足 虽然某些部分还是需要装配工人 但是产品本身却不是处于装配线 因为这家工厂只生产限量的兰博基尼 工厂的另一边 有人在前保险杆上加工 这种碳纤维保险杆价值14000美元 附近放着一个100升的燃料箱 它是12缸引擎的一部分 另一边的工人正在装配转向住 60年代中期首次发布的大胆创新米尤尔 米尤尔绝对是公路跑车的开路先锋 它使得兰博基尼从一个后起之秀一举成为头号竞争对手 在70和80年代 兰博基尼的立作是棱角分明肌肉发达的Khan Tash 它的外形简直就是创造力的大爆发 完全颠覆过去汽车设计的所有规则 事实上有人认为正是这辆车开启了当今所谓的超级跑车时代 到了90年代 兰博基尼的代表则是修长威猛的Dioblo 力求豪华又保留了激进本色 Dioblo使兰博基尼保持了竞争力 尽管在那个时候他们也只有唯一的一个竞争者 所有这三辆汽车都是正统兰博基尼的代表 在兰博基尼超级跑车的工厂里 工人才是造车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 这里的所有工人都是机械专家 有了这些刹车 卡钱才能把一辆狂飙的兰博基尼安全的停下来 在工厂的另一边 皮革是内饰的重点 他们使用的是意大利北部最高档的小公牛皮革 染色后用类似棒球缝线缝在一起 在另一个车间里 老师傅正在进行碳纤维部件的制造 这些手工制作的部件必须造得既轻盈又结实 碳纤维在兰博基尼上的用途十分广泛 它已经成为制造现代超级跑车的新力气 事实上兰博基尼的主要竞争对手法拉利 也大量使用碳纤维 法拉利的名字出自汽车制造商恩佐法拉利 兰博基尼与法拉利的恩怨纠葛可以说是远远流长 1958年 费鲁基欧兰博基尼购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辆法拉利汽车 之后又买了一些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很喜欢法拉利汽车 毕竟在那个年代的意大利 拥有一辆法拉利才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但是费鲁基欧兰博基尼认为 对于普通的道路来说 法拉利汽车显得十分粗狂和嘈杂 显然更适合赛道 当他购买的法拉利汽车离合器出现问题后 他发现法拉利所使用的汽车离合器 竟然和兰博基尼拖拉机所使用的离合器一模一样 于是费鲁基欧兰博基尼去找法拉利要求更换一个质量更好的离合器 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同时还嘲讽兰博基尼只是一个卖拖拉机的 对于运动跑车却一无所知 就这样费鲁基欧兰博基尼一怒之下于1963年成立兰博基尼超跑工厂 他决心要打造一辆不属于法拉利的运动型跑车 回到造车工厂 随着一个个新轴和转片安装到位 车轮的装配正在快速进行 动力这么强的车肯定需要一些尺寸相当的刹车 刹车系统包括了防爆死制动系统和四轮通风碟 等四轮都准备妥当之后 他们就要开始安装全时四轮驱动 兰博基尼摩斯拉沟跑车的内装既先进又独树一致 皮革装潢展现出不对称风格 左边座椅和右边座椅外观迥异 工厂使用的设计原则属于驾驶导向 与此同时 在后面的碳纤维工作间里工作人员在制作中控台 为下一个重要步骤做准备 这道工序需要填充大量的棉絮 中控台的表面覆盖上了树枝和一层层碳纤维 但要使这块设备足够结实 还需要几个很重要的步骤 那就是真空安装技术 把中控台周围的所有空气都抽出来 有吸收性的棉絮会吸收多余的树枝 而没有了空气 碳纤维层就会结合的更紧密 一旦真空安装过程完成之后 接下来它将被送进一个巨大的容器中 被称为高压蒸锅 高压蒸锅里不但温度高而且压力也大 这个设备可以固化碳纤维的表面 这道工序你们切勿在家模仿 制作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过了这一关 我们离Mercy Lago超级跑车的诞生又进了一步 要成为超级跑车至少要具备三个特色 外形要不同寻常 动力要强劲威猛 价钱要高高在上 拥有一大利血统还可以为超跑加分 比如法拉利 布加迪和马沙拉蒂就在兰博基尼公司方圆40公里以内 意大利就像是一个超跑的心脏地带 本地人对兰博基尼这家工厂感到十分骄傲 而工厂的工人更是自豪不已 这些专家做什么事情都得慢慢来 工作时更是如此 比如像龟多这样的机械师负责机轴部分的工作 他已经在兰博基尼干了有23年的时间 他今天要组装Mercy Lago跑车专用的12缸引擎 他先要仔细检查钢制机轴 此时半边引擎本体已经开始做准备动作 引擎边缘用气动挫刀修掉多余部分后 密合度更高 这是一台接近10万美元的引擎 把引擎外侧的不规则部分给磨光也就没什么不妥当了 很快就可以把两部分合二为一 引擎组装的第一阶段开始进行 机轴安装到位后 下一步工作是安装12个活赛 这具引擎拥有12气缸的动力 一步真正的跑车就该是12缸 接下来就是把突伦轴从原始的断缸状态转化为兰博基尼招牌部件 等这个突伦轴和引擎的其他部分融为一体时 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兰博基尼车主 你坐在车里就不会开任何收音机或音乐 因为你想听到的唯一的音乐来自这台引擎的咆哮 接下来突伦轴接受微调 这道程序几乎每一步都要利用不同的测微剂进行不同的调整 通过微调 工人可以测量并确认机器的确完成了工作 因为Mercy Lago跑车装的是双顶式突伦轴 为了将来行驶顺畅 总共要检查四个突伦轴 这是气缸头 经过一个小时的磨合和快速酸洗处理 气缸头被送去接受小型摄像机的检验 一台内窥摄像机将检查金属有没有裂痕和不规则部分 气缸头被暂时和阀盖组合在一起 然后开始进行另一系列的检查和调整 现在气缸头和突伦轴已经和引擎主体组合好了 接下来V12引擎要经受压力测试和突伦证实 现在把阀盖装上去 它可以保护四个精工制作的突伦 但是首先它需要高品质的进气气管 没验收合格不能算数 在马力测试环节中把引擎连上计算机 检测这台动力装置内部的所有部件 展现兰博基尼特别擅长的扭矩和动力 不出大家所料 这次测试圆满成功 现在就可以把这台引擎送进它的新家了 这具V12引擎价值10万美元 重达545公斤 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20公里 因为这是一辆跑车 车上需要一些额外的支撑设备 所以加上了特别定制的碳纤维引擎盖 包括价值5000美元的挡风玻璃 这辆敞跑车最大的设计挑战就是引擎盖 从双门车转变为跑车的过程中 这一部分的改变最为显著 精心调整重量平衡 再加上高科技液压技术 标志性的剪刀车门提醒我们 它们被设计成这样可不是为了好玩 当你把车停在某人身边想下车的时候 向上抬起车门当然是最方便的 接下来进行转向系统和车轮校正 轮源以铝合金制成 前轮的尺寸是8.5英寸 后轮尺寸是13英寸 这辆跑车拥有全时四轮驱动系统 前后配备独立双插杆式悬架装置和自动调节的减震器 如果你不喜欢标准配备的六档变速箱 只要再花个15000美元就可以拥有一级方程式赛车按键式变速箱 这辆车的每一个部分都经过仔细检测后 现在也差不多该把它送进测试间 做一次彻底的最终测试 接下来就是最后的试车阶段 开始进行第一次奔驰 当你踩下油门时感觉就好像你被生生的按在座位上 像是坐在蓝色天使的F18上那种感觉 兰博基尼出产的每一款车 就在这条普通的柏油路面上对它们进行测试 多年过去了 这附近的人都知道试车的那条公路叫什么名字 在意大利这不过是一条普通公路 但是人们叫它巴尔伯尼高速路 好了这就是真男人该开的兰博基尼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订阅关注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